我的第二个选择就是到了华为 现在看来这个选择还不错 华为副董兼财务长孟晚舟 在加拿大遭到逮捕 没想到却让美国企业高层挫雷蛋 中国市场策略分析公司CMR主任莱恩 在推特上警告 如果美国能以违反伊朗制裁令 逮捕孟晚舟 北京可能也以军售台湾违反中国法律 逮捕波音或国防承包商雷神的执行长 华为公主案升级为外交风波 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官方微博 立刻被中国网军油盐灌爆 不只大骂加拿大是美国走狗 更扬言要纠团去砸家国使馆 但美加对华为的戒心并非物中生有 八四年代初期中国军队打金卷 我们是集体被国家裁掉了 华为创办人任正非曾任解放军团职干部 前董事长孙雅芳也曾长期在中国国家安全部任职 而且华为成立三十多年始终没有上市 却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手机大厂 背后靠山让西方不得不小心提防 近年中国借助华为积极拓展5G科技 进行工业制造全面升级 枭凶野心让美国倍感威胁 毛起来甚至纠团连锁抵制 要求联邦政府和军事单位禁用华为产品 一来消除国安疑虑 同时又能拖慢华为发展脚步 如今大动作对华为高层开闸 也让中美贸易角力一波未停一波又起 三十七个穿过的